好 老師您來看一下 我先照一次我介紹一下 您在這個Google上呢 可以打一下關鍵字 數文老師就會找到我的資料 因為我也有買關鍵字 老師要請教嘛 所以我有買關鍵字 那您一進來就會看到 第一個是我的那個就是部落格的部分 第二個呢 這個是雅虎的部落格 比較舊的我已經搬家了 各位應該知道 雅虎的部落格 今年12月就要吹息燈號了嘛 所以有些人現在才搬家 比較忙 那沒有關係 第三個是我在YouTube經營的頻道 好 那我們下面這個有沒有 就是我們今天用的軟體 他有找到 我先來從這邊學習往這邊進來 年洲這邊進來之後呢 其實也可以連到我其他的齁 包括了從這個YouTube教學頻道 還有我去過哪邊的研習地圖 其實我們學校都來過兩次還三次 只是以前是在那個資訊中心的電腦教室上 這次這個地點比較feel 有沒有 不一樣齁 那因為我工作上 我比較高專 那實際上我工作跟網頁比較相關一點點 所以我會有一些網頁作品 那另外呢 我們今天有給老師的這些免費的軟體 除了在數學平台上以外 其實我在網路上也把它都整理好 都分門別類 所以你有需要也可以到那邊下載 都是可以的 另外在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press檢報 就是老師您看到這邊 我們簡報其實今天是用這種方式做的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方法 因為大家平常都覺得 簡報就是PowerPoint對不對 但是這個也不錯 所以我有把我的 有用的就是 我就把它做在裡面的齁 就是可以直接連過去 直接連過去的話 我有講過 有做過的哪些 我都放在上面的 你也可以參考看看 反正不一樣的簡報方法 何必一定每次都要PowerPoint 對不對 從小用到大 沒有錯最熟悉 可是卻也是限制最多的 因為你已經變成通價限制了 所以老師們發現 我今天講義比較特別了 別人都很多張 我只有一張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這種press的簡報方法 事實上就是一個新制度 您拿手上拿到那個就是新制度的方式去做的 也就是說 我們在規劃課程之後 老師您在準備資料的時候 其實 詳細資料是慢慢去整理沒有錯 可是您在構思的時候 是不是就已經會怎樣 先把我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是不是會list得出來 那不管您用過的也好 或其他軟體 或者您甚至用手寫的 都沒有關係 但是只是插在說新制度先讓您把那個想法 先把它完整出來 就從一個點線面這樣一直延伸出去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有了整個架構之後 你再來找那些內容 甚至隨時在補充就會比較方便 事實上這個praise就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用起來之後 我會覺得好像跟我平常用新制度 事實上是可能很契合的 只是在上面我會把它做一些美化 看起來漂亮一點 因為新制度平常是給自己看的 所以醜醜的沒關係 好 那這個是我簡單的稍微介紹一下 那麼我先給老師稍微看一下 我們 我主要如果以學習課程來講 我是在領兜這邊服務 那學校也有數學平台 只是跟學校用的不同 但是您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放什麼東西 這樣子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課程 我們這個資料呢 其實我現在都把它擺在上面 所以包括了我們的這個 上課所有的教材 然後呢 我上課 每一週 每一次上課我都會錄影 還有一些參考的資料 還有同學的作業 這個作業通常是大家使用數位學平台 最平凡的一個地方 也是同學印象最深刻的 好像平台只能用這樣 可是通常同學上我課的時候 他會發現說 原來數位裡面平台 也沒讓他怎麼樣 有獲得知識其他的地 就是其他的 萬一比如說像最近這幾天 這兩週不是都比較冷嗎 有些東西就會沒有來啊 所以我有錄影他就會自己上來看 我們昨天還做了調查 做什麼調查你知道嗎 下禮拜要不要遠距教學 因為早上太冷了對不對 9點還跑不起來 那就在家裡面上課就好了 所以我們沒有做錄影 那給您稍微看一下齁 所以我如果我的教材 我就通通都擺在上面 點下去就跳到 那比如說 像我們昨天在做這種 電視牆 那我會找一些 相關的這個應用的範例 告訴他 什麼是電視牆的效果 然後 然後 我們要做的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我們 在教那個視訊特效 視訊特效 所以我就給他看一下我們的範例 然後呢 在下面這邊 我會把相關的 學習的重點 還有我們的素材檔案 還有哪些用到什麼 證明在上面 其實對老師來說 這樣是一個很大好處 我剛開始的時候 數位學平台 我也沒有放那麼多資料 可是因為 慢慢的一年兩年這樣下來之後 我的資料補充越來越多 其實老師應該會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不管怎樣 不管是上什麼樣的課程 一定都要課前準備 那課前準備 假設每年都有這個課的話 你 雖然資料都在你電檔案面 可是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要找也不好找 而且最壞一件事情 硬碟壞掉 哈哈哈哈 硬碟壞掉就完了 我放在這邊 有個好處 我當作備份 學校負責備份 他弄壞了 他要負責 因為學校是會比較好 對不對 他那備份的其實 應該會比較完整 所以我比較不用擔心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我的課程的資料 我只要負責 建立好之後 以後是負責補充跟更新 那舊的 假設都沒有任何改變 因為有些東西沒有變 但是有些會變得比較快的 就繼續留在上面 所以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像我們的那個上課錄影 好 回到上面來 上課錄影的 我每一週上過什麼 都在上面 上了什麼東西 你看像我們 昨天 昨天是13週 我上了蒙太一校 我電視牆的這些內容 其實以前我是偷懶 沒有 因為不是偷懶 就是以前我只有寫 第13週上課錄影影片 然後就有同學 因為我自己都會做問卷 其中期末都會做個問卷 問看看同學 對我們這樣上課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建議 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我要點進去看才知道 所以我就乾脆就寫在外面 這樣比較長一點 可是這樣也好啦 反正看上什麼內容 我全部都可以知道 我也可以很清楚告訴你 我有上過什麼 所以如果同學還有問題的 假設是已經講過的 我會跟他講 答案就在影片中 因為都講過了 可以自己看 那相對的 老師在上課一定也會遇到什麼 同學都會問一些 比較常見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 比如說 像我們交往幾分 某些地方 就是同學比較容易 搞不清楚的 或容易做錯的 我就會把它整理起來 叫做同學的FAQ 那他就可以先從上面自己去看 會擺在第一名第二名的 就是那個出現頻率比較高的 那我也不需要 上課的時候我就很單純 我不需要再怎麼樣 一對一跟你講 我跟你講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什麼地方 因為現在同學很多 他老實講是有點難 就是你這樣不要講答案是什麼 但是其實我們教學應該是 跟你老師的對不對 你可以找什麼找什麼方向 那 沒有關係 總是 比較多人問的 我就幫你整理起來 以後呢 這邊就會成為他的什麼 一個知識庫 同學會比較越地上來上面 現在大部分很多同學 來數二學平台都是 心情沒有很好 為什麼 因為上來這樣做一點 都是改成最後一點的 最後一刻 喔老師來不及了啦 對不對 可是如果他願意花時間 上來這邊 那我們把我們自己的資料整理好 對老師來講也輕鬆 對同學來說 沒有關係 萬一哪一天我真的不方便 或者哪一天我聽了這個課程 不是很清楚的 我自己repeat了就好 不用再問老師 對不對 那同學之間要討論也可以啊 要教學也OK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其實 我數位學平台用這段時間 就是幾年下來之後 我覺得自己 事實上是收穫最大的 因為我的資料整理很清楚 而且我每年 花在這些課程上 我只要做大概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我負責更新 跟新增這些翻例 但是我的資料 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那以後我上課 我不用全部都上 我挑著上就好了 可是同學 他可能有人進入比較快 有人進入比較慢的 進入比較快的 他還可以進入其他的 那這樣 這個就變成一個保護 那像這個月的那個天下 他不是有出一個紅色的那個教育專刊嗎 我不知道老師 這一期的看了沒有 他就在提到那個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其實就是這樣的概念 也就是說 老師上課講少一點 同學上課討論多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同學大家一討論吧 鴉雀也不是 因為大家也沒有預期 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想法 可是如果你能夠讓他 願意來上面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他能夠在上面得到他想要的 對於他要討論的意願 就是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的一個上課方式 我覺得自己真的收穫比較多 收穫比較多 像您看到的 我們剛剛跟您提到就是 我們有講說 下個禮拜使用也聚焦學 因為學校有跟我們 現在學校用的一樣 就是在這邊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用過 學校的照 Adobe航內 也用過這個嗎 學校有買 不要客氣 給他用下去 這個就是遠區小學的 因為我剛好學校也要買 以前四周之後 我再用比較多 因為大家不習慣 那所以呢 我覺得也還不錯 因為他也可以直接就線上 幫你做錄影錄完 那同學討論的過程 也會留在上面 也會留在上面 比如說我這邊進來看一下 我們這邊線上會議 因為像我們 我們大概就是 期中考 或期末考那一周 我通常都會用遠距教學 因為同學沒什麼心情上課 對不對 要教作業要幹嘛的 所以我就遠距的就好 反正 你確定你的作業都交完了 然後 貼完我們的問卷 就OK了 那他就不用留下來 反正在家裡面自己弄完就好 所以像 我們這個期中考舟的 在這裡 因為跟學校買的軟體一樣 所以真的不要客氣 因為以前這個好貴 連我們在學校投資多少錢進去 以前辦單子的時候 一大一百多萬 而且那時候平寬 平寬會用很多 那現在好像好一點 現在大量授權的話 好像應該不到五十萬 應該啦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價錢 我不是很確定 所以我剛剛講的不算嗎 要看到資金的 你看就是有討論的部分 通通都在上面 有沒有 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那所以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學校已經有這個東西了 大家真的都不要客氣 可以用看看 可以申請一下 看看學校的 大概要怎麼去做這樣子 好 那這個是 簡單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那麼我們今天 主要會用到的兩套軟體 一個是這個叫 Active Preventer 另外在下面的說明裡面 我要提到叫 Debug Video Capture 那這兩套都是免費的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實際看看 像我剛剛這段牛路 我講完了 我的教材就做完了 我們來試一下 好